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当症后群SIADH 是中老年人不明原因低血纳常见的原因 卫福部基隆医院肾脏科医师马浩威举例指出 一名阿伯容易倦怠没有什么胃口还一直干咳 更因为持续昏碎叫不醒被紧急送医就诊 仔细检查后发现有低血纳的情况 判断可能是SIADH 再经过仔细检查才确定是罹患肺结核所引起 因此先采取限制饮水利尿剂 以及补充盐分的传统治疗法 我们就开始就是继续让它的纳维持住 那我们有一些传统的治疗 像是我们会限制水分摄取 然后会补充盐分这样 然后再来是我们会加上一些利尿剂的帮忙这样子 让它的血量比较稳定 那现在也有一些特别的药物可以用 就是这个抗力尿激素一个受体的一个解抗剂这样 因为它比较专一 就是可以直接就是抵抗这个抗力尿激素 分泌不当在身上的这个作用这样 那辅助传统治疗这样子 不过因为SIADH通常是由特定疾病或药物引起 例如肺结核细菌性肺炎或是肺部肿瘤脑出血等等 因此卫福部基督医院提醒民众 如果家中有中老年人出现和病例被类似的情况 还是要赶快送医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 不要以为是SIADHD血纳就轻易限制喝水 这个很困难 就是说老人家没有力气 我们还是会看一些就是平常对它的照顾经验这样 那如果他确实就是这段时间吃不好喝不好这样 花人昏的这样 事实上给长者喝水 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错误这样 只是说他如果真的就是开始有一些比如说意识改变 或者说怎么会很想吐啊头很痛 这些看起来很像神经学症状跑出来 那尽快就医才是上车这样子 我倒觉得不用说因为这样子 我们遇到类似状况老人家没有力 那我们不要给他喝水 这是不用的这样子 因为事实上的确的确啦 很多全身无力的状况就是他可能就是吃不好喝不好 你让他吃喝事实上可能就真的会缓进这样子 因为这边你如果不是靠抽血来做 这边比较特殊一个案例的一个诊断 那就想说哇那马医师说要这个补盐 要限水 很多大部分的疾病反而会恶化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罕见 那事实上在我们刚才这些复杂的这个图里面流声图里面 其实SIDH只是占一个很小的部分 那么其他的一个滴血纳症更有它复杂的一个相关的背景 所以相关的一些老人家 那我们这边会宣导说如果有一些异常 我们是希望说家属有空的时候 也许是夜间 我们提供夜间的门诊 礼拜六我们提供礼拜六的门诊 就可以到我们医院来 那来做一些这很容易抽血 我们只要一直有想到它是属于电解池方面的问题 那尤其这个滴血纳症是只会要人命的 那这方面我们来可以及早的一个查到相关的原因 可以做一些矫正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